有一個人叫史蒂芬 他和他的兩個同伴 試圖想要偷一輛停在路邊的皮卡 但是玄機被車主發現了 車主找來的警察追捕他們 此時 史蒂芬和其中一名同伙 見到前方有一名圍牆 情急之下 直接來個狗擊跳牆 翻牆逃生 告訴各位 接下來的劇情精彩了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談個好 生命不可思情 今天來拍超蠢笨賊第四集啦 生偷大道 百年難遇 超蠢笨賊卻比比皆是 所以我們講這個 在光天畫日之下 睜著眼睛說瞎話 地點位在美國紐約的水牛城 別名遠景 他在巡邏的時候 攔截到了一樣交通違規的車 當他靠近車子盤查了時 發現車子的後身香 傳來不明的猫叫聲 哎喲 你這差不對勁啊 來來來 打開我看看 當遠景要求車主把後身香打開的時候 他發現了一隻渾身沾滿了橄欖油 黑胡椒 以及辣椒粉的貓 啊 太壞了 很顯然 這邊很新的車主在準備醃製這貓 但是把他拿來吃了 遠景 隨即要車主給個交代 結果 這一個車主 說 他這貓是因為流產了 最好那就是他自己的血 哈哈 這麼扯壞你都拍得出來 連到每個人都跟你看是蝦子是不是啊 都說了 那是橄欖油黑胡椒 跟辣椒粉 到底是哪一隻貓的血 哪一隻貓的子宮那麼可怕 長這樣子的啊 自帶辣椒粉的子宮是不是 這真的跟我們台灣政治的東西啊 啊 睜著眼睛說瞎話 那幹爆笑的還沒來 幹爆笑的是啊 警察隨便一看就發現 這隻貓是 公的 喔齁齁齁齁 沒奇妙 公的貓 因為流產 所以流出了血 然後他的血 還是橄欖油黑胡椒 跟辣椒粉組成的 那是他媽騙誰啊 那是幹話 我聽很多 但你的最精彩 後來 警方以虐待動物的罪名 把這名罪先逮捕 另外也幫這隻貓找了一個新氏族 那我相信新氏族 應該要好好的照顧他啦 讓他下次流產的時候呢 這個不會流出莫名其妙的 橄欖油黑胡椒 跟辣椒粉 No 再來 講到笨賊 絕對少不了我們再次偉大的美國了 這些案件呢 發生在 Houston 他們這兩個笨賊啊 平常沒事就在街上亂晃 看看能不能下手機會 哇 一看見了這隻中肚頭啦 發現了一個車主呢 竟然加他的MacBook Pro 和iPad 外加一疊 五千美金的現鈔留在車上 後來這兩個傢伙一看到 罵你個肥肉 親自送到我嘴邊 我會不會給你啃下去 直接他們就幹過了車窗 拿走這個MacBook Pro 和iPad 還有五千塊的現金 直接收工下班回家 大吃特製慶祝一番 不過講到這邊我覺得比較笨的呢 應該是車主吧 哇 MacBook Pro 少說美金一千一 iPad呢也要三十百美金 另外送你五千現鈔 我在大陸很喜歡講那個三連 啊哇 這個車主呢也是直接送他們一個三連 這些東西呢 加一加換算成新台幣也超過了二十萬 二十萬的東西在車裡面 你這不是擺明叫人家來搶嗎 好啦 這不管 反正之後啊這兩個笨賊 他們把這個開到啊 兩英里之外的漢堡王 去慶祝今天的收穫 那不曉得他們是太High了還是怎樣啊 直接呢就拿起 剛剛偷來的iPad 直接開拍啦 我真的要說 你們不如呢就直接像之前講到那個中國竊賊一樣 幹了別人的手機之後呢 就 就直接 把腿往警區狂奔 直接馬上放下毒刀立地成佛 呵呵呵呵呵 你又不如就像他一樣 立刻回頭是安算了 因為拿了別人的iPad拍照 這照片馬上就上傳了啊 隔天 車主在家打開電腦一登入發現自己的iCloud裡面呢 竟然多出了17張 兩個笨賊所拍的自拍照 畫了一個非常充足的罪犯照片的情況下 這兩個笨賊馬上就被逮捕了 所以說嘛 你乾脆再把車開到警區前面然後走進去好了好不好 在這個也非常好笑 不過原始行物呢實在是找不到 只能說這可能在美國 長期來到家便店商店 那這時候呢應該是還沒有疫情時候啦 直接一個男子帶著墨後鏡 蒙著面 所以拿著槍槍走進來準備來個BANG BANG 一看呢就知道這個男子意圖不軌 不是搶劫 難不只是來借廁所的嗎 總之 櫃檯前面結帳的人很多 這名搶飛的家就 怪罪得是白隊 哇哦 你們看錯 非常有禮貌呢 他看櫃檯人很多 說為了不給店員的壓力 乾脆他就先逛起便利商店 我說 這位搶匪先生 你不是在趕時間嗎 警察馬上就要來了 你還在晃啊 悠閒的啊 你還這麼講究禮貌的嗎 那跟誇張的聲音 之前碰到搶匪好像也正常一樣 欸對不起先生 你要搶劫嗎 哦對沒關係 你現在 我等一下再搶 這位搶匪搶完東西 開車離去的路上 在等紅綠燈的時候呢 被抓了 突然有點同情他 這麼講究禮貌 不給店員壓力的好罪犯 不多見 好了看完美國的笨賊 接下來我們看俄羅斯的奇案 一名搶匪拿了他的槍槍 準備搶劫在便利商店 當他走到櫃檯前 準備搶的時候呢 欸這 這兩個人是怎樣 蛤 都睡著了啊 喂喂喂 我要搶匪啊 喂 但是笨賊感到有點挫折啊 欸我搶劫了沒人聽我講話是怎樣 喂結窗啊 但他講了幾句 這個人還是叫不醒之後呢 他感覺到了 這正是他搶劫生涯以來 最挫折的一個 這名敬業的搶匪啊 還是很認真的把他所要講的台詞講完了 眼鏡這兩個人實在叫不醒 乾脆我自己來 這邊搶匪笨拙的爬上櫃檯 從送眼鏡裡面自己拿錢了 最後 改行做小偷的這名搶匪 因為人沒理他嘛 所以他從搶匪變成小偷 很合理 他到底最後面搶走多少錢呢 應該說偷走多少錢呢 告訴各位 一百 服務 換算成新台幣 是非常鼻酸的 三十七元 哈哈哈 我覺得 這跟那個 印度神偷有點類似 從天皇板霸氣空降之後呢 直接發現別人的收銀機 然後從裡面大幹特幹 最後面得手 滿滿的 玩具硬幣 哈哈哈 這個呢 直筆他稍微有差一點點 至少這個還有三十七塊 大概可以去買一瓶飲料喝 不過他這個三十七塊其實也是很不值的啦 因為一切都被尖十七塊給錄下來了 最後面呢 他還是得進去大牢裡面蹲 再來我們去看巴西啦 這也沒講過巴西的 看來巴西很亂啊 這夥犯罪集團持槍在銀行打烊後闖入 打算進入銀行強劫 瞧他們整齊的服裝及友善的笑容 果然是非常有組織的一幫強匪 接著 幾名匪徒就押著行員 卻沒拿錢 留下一名手在門口把風 則見這名把風的強匪 手持雙槍 架勢十足 一看就是名橫角射 下一秒 槍生的手 嘿嘿嘿 彰彰 他射哪呢 欸怎麼都會開槍了呢 哇 什麼情形 頓時間風雲變色 能不能警方上門啊 呃很遺憾 不是 是他自己不小心射到了 他自己的腳 頓時間 白卡 求不了啊 我不行那麼求不了了 一個大意沒有閃 我大意了啊 沒有閃 我就射到自己的腳了 哇 這年輕人真不講武德啊 一個一言不合就拿自己的腳 開玩笑 這叫我 哈哈哈 真的是 太有兩把刷子了 橫角色 真的是橫角色 最後 警方在鄰近的一眼 逮到這沒扮誰 但切到黨羽呢 沒半個人理他 真的是神一般的豬隊友 誰都不想要 然後再來這個也是在巴西啊 這個人的遭遇呢 也沒有多好 有一個女人 她坐在路邊 滑手機 等Uber 好 此次來有一個 圖謀不詭的槍匪 首先呢 身心上前攀談 準備卸下對方的戒心 那在談的時候呢 就把手伸進他的口袋裡面 握著三把槍槍 嗯 不是另外一把哦 這個得分清楚啊 後來 他就開始威脅這個女人了 教出你身上所有的財物 否則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啪啪 不料這名女子 直接兩拳把他打倒在地 再給他一記 背後裸腳 沒了他喘不過氣 甚至一度昏迷了 哇 又一個年輕人不講武德 一個大硬流閃 跟馬寶鍋一樣 又是個倒在地板的結局 哇靠 這傢伙到底是誰 搶錢搶到大白殺去啦 哈哈 這女人何方神聖 啊 原來 她不是別人 正是UFC素有 當前女之稱的 玻利安娜 維安娜 兄弟 你誰不搶 偏偏卻調一個最硬的來搶 哈哈哈哈 你這傢伙不打小塊的 直接打大魔王的就對了 這傢伙很喜歡挑硬的吃 你下次要不要趕進去警局裡面 搶他們的錢哈 搶警局好了 哈哈 又不要啊 事後 警方到賞處理 發現這名槍飛口袋裡的槍 是厚子板著的假槍 你真的太爛了 打假槍想要搶鋼鐵女 你這傢伙真的是嫌命長 活到膩了是不是 最後妹我們要回去美國 看了一個很爆笑的按鈕 有一個人叫史蒂芬 他和他的兩個同伴 試圖想要偷一輛 停在路邊的皮卡 但是玄機被車主發現了 車主找來的警察追捕他們 眼見刺激敗動 趕快逃嘛 此時 史蒂芬和其中一名同伙 在逃跑的訴訟 見到前方有一面圍牆 親急之下 直接來個狗擊跳牆 翻牆逃生 告訴各位 接下來的劇情精彩了 他哪面牆不翻 他偏偏翻這面牆 你們知道這牆是哪個建築的牆嗎 告訴各位 他是當地的監獄 這傢伙真的是太胖了 之前在中國 有一個10秒鐘浪子回頭的 然後又出現一個3秒鐘大影滅青的 那兩個都不會看 這兩個真的是告訴各位 人性最善的對面 就是這樣子啦 不用勞犯警方了 我直接進去坐牢 他跳過中間的任何一切司法程序 絕不浪費任何一點社會資源 不用麻煩你們抓我了 不用跑那些司法程序了 我直接進監獄裡面坐牢 趕快 找一個最大街的勞犯 讓我進去蹲啊 別囉嗦了 趕快來 我再幫他補充一下 御方無奈表示 這種要求 我真的沒見過 想坐牢想瘋了 翻牆進來監獄裡面 考勞做 看了美國的生活 真的也不是很好 你看 有人在外面活不下去了 直接進監獄裡面 吃這個免費的勞犯 好了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喜歡這種影片的話 請一定要讓這部影片的讚越多越好 那順便留言一下 你覺得今天哪個案例最精彩最好笑呢 好了就這樣子了 seperti這個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先告一 cab see you tomorrow 拜場 i need you now